中台湾赏灯会 而北台湾则是赏樱花 也是人潮超多的淡水天原宫 300株的樱花开了一半 有赏花民众说呢 真的是美到像是炸开 不过呢 想要搭上赏樱的接驳车 可得要很有耐心 游客紧抓着快门不放 粉嫩樱花娇艳欲滴 不止蜜蜂赶着来采蜜 来自各地的民众 也把握春暖花开 涌入淡水天原宫 感受浪漫花海 极眼婴下我觉得开非常 有让人震撼 尤其这一棵 对 它完全就炸开 游客用炸开来形容 极眼婴的活力绽放 一点也不夸张 天原宫种植的樱花树 达300株左右 目前花开五成 预计下周就会全面盛开 到时候的花矿肯定更加壮观 都可以上车 前后本都可以上车 请小心接踢 谢谢 趁趁等待接驳车的乘客 大排长龙一等就是半小时以上 但为了赏音 排在酒也值得 大概跨一个小时左右 新北市各地山樱花 和八重樱陆续凋谢后 淡水十定三只的 极眼婴接着登场 而千元宫的樱花 花旗预计会持续到月底 想在台湾 就近赏音的民众 还有时间好好把握 月电TV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音乐